170 信報財經新聞 信言B攬10點 2015年7月15日信號導航B08信報研究部大使 市歡 表現 升跌比例為40、60 股價高於50天線比率升至16.4% 3天線高於18天線比率升至15.3% 各市歡繼續超賣反彈 股胸成交比率回落至9.7% 途一行業表現 痴滴103點 成交1261億元 25個板塊15個下跌 12個板塊表現優於痴 澳門政府或讓賭場保留級煙失 豪賭股逆市做好 金沙靈1928升4.8% 帶動酒店蕭嫻為表現最佳的板塊 指數成份股 5個股價高於50天線 81個下跌 眾興通訊00763表示將通過深交所 以集中競價方式回購公司 A股 消息刺激復排後股價升15.6% 衛星福最大的成份股 移動股16隻移動股亦是上升 三和建築03822急升24.4% 並創52週新高收時 EJFQ和記電信00215突破成交量密集區頂 下降通道頂及250天線 EJFQ 西頭負面能量改善 表現跑贏癡 尿形有反彈空間 圖二個股短評 數碼通00315於上升通道底及250天線回升 表現跑贏癡 聲勢完好 參考EJFQ和FA加資料 綜合十四個分析員預測 其2015年及2016年的每股營利按年增長分別為50.9%及7.3% 預測市盈率為17.2倍 估值合理 圖三板塊輪動 金融板塊的相對表現和動力下跌 地產建築板塊的相對表現和動力上升 工業板塊的相對動力和表現回升 原材料板塊的相對表現持續下跌 消費板塊的相對表現和動力持平 服務板塊相對表現和動力續升 科技板塊的相對表現和動力回升 能源板塊的相對動力和表現下跌 工用板塊的相對表現上升 電信板塊的相對動力下跌 圖四中國結算最新數據顯示 上週7月6日至10日 護森兩市新增投資者數量為51.3萬戶 按週基本持平 上週參與交易 A股的投資者數量為2765.8萬 佔以開納A股帳戶投資者數量的30.5% 安州下降3% 為5月以來最低參與率 同時 其末持有A股的投資者數量為4948.3萬 佔以開納A股帳戶投資者數量的54.71% 安州亦有所回落 中國的6月社會融資總量為1.86萬億元 人民幣 下同 較5月的1.22萬億元大幅增加 亦遠超過市場預期的1.4萬億元 社會融資市量度外地的市場信貸需求指標 6月數字急升 反映政府積極採取寬鬆措施去刺激經濟 也一定程度反映A股市場孖展者太刺熱 交易員觸覺 歐羅約明顯跌穿0.705英鎊 可考慮建立歐羅對英鎊短倉 信報研究報號信號導航信然必攬10點 聯合蒟失天